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总统竞选中 我们见证了唐纳德、特朗普的重返于卡玛拉、哈里斯的崛起 这两位候选人正面对着美国政治的巨大挑战 特朗普,这位两度被弹劾的前总统 面临着刑事指控和指责 却依然巩固了他在共和党中的地位 而哈里斯,曾因表现不加而倍之一的副总统 如今在拜登退出后迅速崛起 成为民主党的首位候选人 这场竞选不仅仅是关于候选人的问题 而是关乎美国民主制度的未来 特朗普的阴暗言论和哈里斯的乐观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选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 是选择特朗普的激进回归 还是哈里斯的改革承诺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已经有超过7500万人提前投票 这场竞选的结果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场选举的各种动向 民调数据以及候选人的最后冲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2024年的总统选举无疑是最扣人心弦且出乎意料的 两位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 在这场竞选中走过了波折不断的旅程 这次选举不仅再次检验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也给全球带来了回响 唐纳德、特朗普 这位曾被两度弹劾的前总统 最初被共和党内部视为过去式 尤其是在他煽动暴力已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失败后 然而特朗普在面对形势指控及定罪的情况下 凭借其政治魅力和对支持者的吸引力 依然成功地在共和党内部重新崛起 他的竞选利用了国民对经济困境和移民问题的不满 无视年龄差距 反复批评现年81岁的拜登过于年迈 另一方面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选战早期期望值不高 他原本默默无闻地与拜登并肩作战 曾被批评在移民等问题上表现不佳 然而 当拜登因表现不如人意退出竞选时 哈里斯迅速崛起 成为民主党的棋手 他以恢复堕胎权等议题重新夺回选民的支持 并在关键时刻成为女性权益的代言人 实现了政治命运的惊人逆转 选举日的到来 标志着这场激烈竞选的中章 在这之前 两位候选人在关键摇摆州进行了最后的冲刺 哈里斯在宾系法尼亚州展开活动 吸引大量支持者参加有女歌手Lady Gaga和奥普拉、温福瑞主持的集会 特朗普则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密歇根州举行集会 力图巩固自己的选票基础 选举的最后议程中 特朗普以其挑衅的言论和对选举制度的质疑保持着其一贯的风格 他警告其支持者 称选举可能会被操控 而哈里斯则以乐观和团结的演讲回应 强调他的领导将带来新的希望 这种对比鲜明 反映出两位候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在这场选举中的女性选民 尤其是在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之后 成为哈里斯的重要支持力量 他的竞选团队指出 女性选民的强烈投票意愿可能会成为他胜选的关键因素 随着选举日的逼近 无论是特朗普的激进政策主张 还是哈里斯的改革承诺 都让选民面临着重大抉择 特朗普如果胜出将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在非连任中获胜的总统 而哈里斯的当选将打破白宫近250年的男性主导传统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将深刻影响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选民们即将做出他们的选择 而这一切将如何塑造美国的未来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选举真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骗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就像坐过山车 让人惊心动魄 他曾两次遭到弹劾 还被起诉但无论如何他却能够站在竞选的舞台上 难道不是凭借着他那独特的如同美剧反派般的魅力吗 人们似乎总是被他那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口号所吸引愿意忽视他的所有争议点 哦 楚天书 我明白你对特朗普这位政治界超级英雄形象的偏爱 可别忘了他的过山车可能会在最糟糕的地方出轨 他的定罪和不断的法律纠纷能够让人感觉像是在看一场现场直播的肥皂剧 让我们也不要忽视他如何成功地把美国分裂成了两个极端阵营 他的言论常常就像一场持续的推特风暴 让人们紧张不安 谢琪琪正是这种极端的分裂 让哈里斯有机会进一步推进他的乐观愿景 作为首位有可能成为总统的女性和少数族裔 他代表的变革和多元性在当今美国是多么有意义啊 他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回去与特朗普的怀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这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代际和文化变革 哈里斯是的确是历史性的候选人 但他的政策和能力却常常令人怀疑 从他的政治履历来看 他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他能否挑战特朗普 还是只是在迎合目前的政治潮流 这一点尚未可知 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不会轻易被他的乐观感染 他们更可能拥抱特朗普的强硬主张 尤其是在经济不稳的时候 你提到的哈里斯的政策能力确实是他需要加强的部分 然而他强调的团结和希望 却是应对特朗普激进政策的良方 当然特朗普的强硬策略在经济挑战的时候颇具吸引力 但他的言论常常给美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哈里斯有机会利用这一点 尤其是在女性选民和少数族裔中赢得更多支持 楚天书 我们都知道 竞选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哈里斯的乐观愿景能否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保持活力 这将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需要的不仅是感性的呼唤 而是更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普遍的支持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 无论他的行为多么离谱 他至少敢于发生并挑战体系 这也是他得到如此多人的拥护的原因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奇奇在辩论中展现了对美国政治现状的深刻洞察 两位变手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观点 让人不禁思考当前政治形式的复杂性 楚天书对特朗普的正面评价和对哈里斯的支持 显示了他对于变革和多元化的积极期待 相对而言 谢奇奇则以理性和批判的视角 质疑特朗普的行为及哈里斯的能力 提出了更具现实考量的观点 楚天书描惠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如同过山车 形象生动 让人联想到其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他提到特朗普的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吸引了大批选民 凸显了情感宣传在政治中的力量 然而 这样的吸引力是否能够持久 还需时间来检验 谢奇奇对此做出的反驳 则准确指出特朗普的行为 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 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应引起选民的警惕 在对哈里斯的辩护方面 楚天书强调了他作为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的重要性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观点 然而 谢奇奇的质疑也同样重要 即哈里斯的政策是否足够具体 能否真正赢得选民的支持 这一点在当前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 更是显得尤为关键 因为选民越来越希望看到具体的行动计划 而非仅仅是充满希望的口号 整体而言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在热烈和理性的交错中 让人深思 楚天书的乐观向前看 展现了对未来的期待 而谢奇奇的批判则提醒我们 理性和现实的考量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未来选举中 候选人必须在情感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这场辩论不仅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更是一个镜子 反映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诸多矛盾与挑战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